那我们先来欢迎桑妮 疗愈师创业教练 哈喽大家好我是桑妮 就是像疗愈师创业教练 这分享一下疗愈师最主要是做什么的吗 疗愈师哦 其实我觉得疗愈师其实就跟心理智商师很像啦 听说不能写资商会有法律问题对不对 对对对对因为资商是指要拥有国家级证照的才可以说资商师嘛 那其实坊间很多的身心灵他们因为没有办法 他们可能不见他们就是没有国家级证照 是自己发的证照 所以就是我们就俗称了愈师这样子 哦那疗愈师的工作他是可以就是怎么样帮助他的 他的客户怎么帮助别人 嗯其实我觉得嗯范畴很广哎 就是说疗愈呢其实有分很多种不同的疗愈 嗯然后呢有呃有的可能是会到前世回溯或者是能量调整 哇或者是属于那种接收讯息的就有点像是灵媒那种接收讯息哦 对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呃 呃疗愈师呢其实呢他最主要的是可以去倾听别人的行程哦 对对可以去倾听然后可以去理解他人然后是可以给对方一个很安全的空间 让他可以去释放他心里不敢说的东西 怎么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对对对 倾听同力然后有安全感 对对其实就很像母亲陪伴孩子的角色 嗯对对那我需要妈哈哈哈我需要啊哈哈哈 我觉得我觉得听温迪老师讲话就觉得非常的温暖了哈哈哈 啊因为嗯因为我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充满爱的感觉充满爱的环境 因为我从小爸爸妈妈就不在我身边我是阿嬷养大的哦 对所以对但是我阿嬷给我的爱呢就像你所说的很有安全感 他就是很疼我很爱我然后他给我爱是自由的对不是那种限制性掌控性的爱哦 哦对这样很棒所以那你应该心里就不太需要疗愈了哈哈哈没有没有后来我长大还是受了很多长大成人的伤所以看到你的笑容我就觉得嗯这个就光看你的笑容就觉得很疗愈你做疗愈师就真的实在是太完美了真的啊 哦没有没有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说想要什么做疗愈师一开始也是就是想要先疗愈自己 嗯对所以我觉得疗愈师他的路程他其实是有一段路是会很辛苦的就是说他可能会走一般的比较不会走的路 他可能会有些坎必须要去面对必须要去跨越嗯嗯那当然是你也走过自己的黑暗人生了对对对对就是当你知道怎么去帮助自己走过去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去同理他的陪伴他然后陪伴他走过这样子 嗯其实我觉得疗愈师他其实就是一个百度人的工作哦就是陪你这一段把你从A点带到你想要去的地方这样子对对对对嗯那可以就是多聊一些你之前我有听你说过你好像有在呃哪边呃呃呃呃 就是某个单位然后协助过非常多的个案好像有百位个案是不是哦可以说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那时候就是因为嗯那时候主要也是为了是想要自己从生命中找到出路 嗯嗯然后想要去嗯嗯然后想要去嗯解锁自己吧解开自己的人生之名这样子就觉得嗯为什么有一个卡一直跨不过去那刚好因为在那个生命中心呢 有蛮有一个原生之后icoice来观ahren小 Sche지가二传 국 literally delay 比如说 Angular 他他们有一个呃呃应该说有一个类似像是培训你的管道哦哦哦哦你怎么从学员然后成为那边的疙愈师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可以去做个案的经验 就是我们先解决自己嘛 就像我自己也曾经被疗愈了上百十数 然后呢 对就自己必须要先被清理 因为如果你自己没有被清理的话 你也带不动个案 你会跟个案一起陷入剧情 一起沉沦这样一起哭 对对对 所以一定就是要先把自己清理好 所以也是就是跟着他们有八个学分嘛 走完之后然后成为那边的疗愈师 然后就有要做个案的经验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个案大概 就是也是花了蛮长的时间 就是听对方的生命故事 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最大的课题就是我的感情观 所以我那时候主要疗愈很多是感情跟 就是我的感情关系 然后跟我原生家庭的关系 然后很妙的是当我去疗愈了我这一段之后 然后我的个案所有都是感情问题的个案 真的哦 对对对就是亲子问题的部分解决了 对对对对 那是说对就是说好像就是禁止一样 你这边已经走过了你功课完成了 然后就等于说好那这个世界可能神 那就觉得你可以帮助别人用你的生命今天帮助别人 就把所有的这方面的人送给你 对也可以这么说 然后也可以说我们就是互为借金互相疗愈 就是说我在听他们生命故事的同时呢 我也获得很大的智慧 就是说他们可能都是已婚的人士 在婚姻里并不快乐啊 那其实我那时候是未婚单身嘛 那其实我那时候也不觉得自己一定会结婚了 因为我那时候找回自己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很自由很快乐 我觉得不用再去重新认识一个了 然后两个人互相折磨 我觉得很好 对啊 自由自在多好 对对对 可是那时候我就听了很多个案 他们就讲他们生命的 就是他们婚姻里面的坎坷 跟婚姻里面的鬼故事 然后他们在跟我讲他们的那些人生故事 他们都会对我说 我这样会不会害你不敢结婚 对对对 会不会有人直接跟你说 老师你千万别结婚 就想说给你过来人经验 因为我真的是听到很多 很drama的非常非常drama的剧情 对对对就像那个连续剧里面的 对对对 然后都非常非常激 他说哎老师我这样会不会害你 就不敢结 会不会让你吓到了 我说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我从中呢 我从很多的感情个案 他们为何会走入婚姻 然后开始去面对人生课题 我看懂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们每个进入婚姻的起心动念 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去找到一个因果嘛 他们进入婚姻的起心动念 都不是因为 不见得是因为相爱 对对大部分可能都是因为 想要有一个家的依靠 来自于可能原生家庭的匮乏 所以想要就是想说 那我也许这个男人 他可以给我一个家 或许我可以嫁给他 然后我就可以有个家的温暖 可是明明在结婚前 他就知道这个男的不够负责 不行 对对对对 理性知道不行 感性觉得不行 我要嫁我要嫁 对对对 可是他就硬嫁 硬嫁就出了问题了 还有另外一个是为了要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说 我就是说我们不适合 然后我嫁给你就知道 我们有多么不适合 很有趣 对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 其实他们在婚姻前夕的时候 要结婚前夕的时候 女方都有一种 觉得要后悔的迹象 都会 因为会害怕吗 就是这个决定会不会错啊 就是他其实有 他其实是有 其实女人的第六感知觉是很准 他可能有一些直觉觉得 因为其实要踏入婚姻前夕 他知道 其实是不太OK的 可是又因为帖子发出去了 明天就要宴客了 对 然后他会觉得 如果退婚 外在压力会丢脸 然后甚至可是也有一种 就是可能阿嬷或者是姑姑 今天跟她说 你可以不用结这个婚 真的没有关系 我真的觉得这个难得不OK 可是她还是结了 哇 就是说 就是说只要心里有一些 就是你要进入婚姻前 其实心里有一些怪怪的的时候 当他们进入那个婚姻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考验的开始了 对 真的 真的 很多人生命中 真的有很多这些 然后一旦走错 可能就是两个人生命 甚至是两个家庭 都会受到影响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 启发我很多 我从他们的生命里 得到很多的智慧 但是我相信 他跟你聊过之后 他们应该也从你这边 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吧 就可以帮助他们 可能也许是走出 走出那个心里面的问题 然后去看到她的婚姻 也许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 应该怎么样可以去改善 怎么样去经营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 可能就可能觉得 可能真的不适合 那就早点分开吧 所以其实姚玉是 除了陪伴跟倾听之外 其实我们是不给 不给建议的 不给我们的主观建议的 是不能给建议的 可是当你协助他厘清了之后 厘清那些雾霾之后 他会自己找到生命的方向 他自己就会有答案了 哦 其实跟教练的角色 对对对 其实跟教练角色是很像 是一样的 对 因为自己的人生 要自己负责 对 毕竟姑姑跟阿嬷也有讲过 对 对啊 好 那后来你为什么会自己 跳出来自己创业呢 因为就是 靠人人导 靠三三导 应该说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依靠中心也还不错 因为中心会帮我做行销 然后我只要负责 负责上台分享 或是负责备客 或是负责做个案就好 其他所有的行政行销 都是他们去处理的 对 我也不用去宣传自己这一些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然后他们会帮我安排工作 可是其实这样还是把所有权都放在对方身上嘛 那就很不幸的就是说 当我ready好可以去国外住点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那个中心的海外就出了事情 就全部都关闭了 是疫情吗 应该不是疫情吧 不是疫情 不是疫情 是因为大陆那边对身心灵这个东西就比较 会限制 对对对 那因为我的那间中心他们在那个海外也算是蛮 蛮大 有四五十个据点嘛 所以就很容易被注意到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样子突如其来的一个意外 我原本的计划 原本的计划都不一样 然后我瞬间前面的路我都看不到 因为因为海外 你海外关了之后 他海外我们说海外的资深沟通室全部都回来了嘛 那台湾的市场其实是蛮小的 那我们这些辛勤的人呢 其实就没有我们的位置了 你知道吗 就是一定都是先逢那些比较资深的 嗯嗯 就工作就先排给比较有资深的 对对对对 那相对那时候我就看不到我的路在哪里啦 那刚好就是又遇到我先生 就是转角遇到爱 遇到真爱 超幸福 对然后就跑去结婚 跑去结婚 然后又意外有了小孩 所以就把小孩生下来 对所以又意外遇到了疫情 整个世界又改变了 对 完全无法控制 完全无法控制就是 不是我当初所想象的样子 这样子就对了 但是也因为这个意外 因为我就搬出来了家里了嘛 自主了家庭了 然后有了先生跟孩子 嗯 然后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我 我就有一点 那个叫什么呢 嗯 就是觉得好像不甘心就只是这样而已 哦 不甘心就从此幸福快乐下去 然后结束了 就是太安逸了 就是卡通故事里面的那个解释 那就是幸福美满过医生也可以 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舒适圈很安逸 然后我觉得我之前想要做的事情 就做到一半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呢又碰上了疫情 然后后来就就就才决定就是自己出来 嗯 就是对啊 自己出来 哦 学习去怎么推广自己这样子 嗯 嗯 那你在这个学习创业 就是你现在其实已经实际在创业 而且你也已经有那个 很支持你的学员 跟付费学员了 就是他们好像原本就非认识你 然后非常的支持你 那 呃这个部分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觉得最挑战 最困难的事情 然后跟 等一下 我充个电 你先讲 哈哈哈哈 最挑战的哦 对 我觉得 因为大家创业一定会遇到觉得最困难的事情在哪边 因为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创业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嗯 我觉得有很多都很挑战 嗯 第一个因为 嗯 你要去突破自己的很多的限制的想法 比如说 第一个我光要跨出来这一点呢 我就觉得我 我就突破了很多我内在的心魔 嗯 因为第一个我可能会觉得说 我孩子还笑我怎么可以 然后我先生这么的忙 因为我先生是工作非常的忙碌的人 嗯嗯 然后有时候假日又要开会 然后 然后还要去大陆出差 可是因为刚好疫情 真的是 拜疫情所赐 对 他就可以暂时不用去 大陆出差 那我本来也会觉得说 嗯 就是会也会想要扮演一个好妈妈 或是好 好太太的角色啊 不应该是这样 就是会受传统观念的想法 对 因为我妈妈 我姐姐他们都是家庭主妇嘛 我会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好像就得 把家顾好这样子 可是我就发现我越来越不快乐 一定会的啊 对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不做自己了 对 然后我就 对啊 所以后来一部分就是 先就是决定 就是放下一个好妈妈 好太太的角色 先就是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 我觉得这个跨越蛮不容易的啦 然后我才跟我先生讲 然后我先生他才知道说 啊原来我心里会想这么多 他都不知道 那其实他是很 他是很支持我去做 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第一步先跨出来 然后再来呢 我也会遇到说 自我价值低落的问题啊 我觉得最难途就是自我价值低落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 就是怎么去定出价钱 比如说 对 我之前都很佛系经营嘛 为什么我会被逼得要出来自己创业 有自己的定价形式 就是因为我经常一直被问 对 那可能我又是一个疗愈师的频率吧 就是他们觉得跟我讲话很温暖 很喜欢跟我讲话 太喜欢跟你聊天了这样 对又加上我以前是这样的身份 然后他们就 我觉得就会有一种 一直被抓去就是当免费疗愈的工具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拒绝跟开口 然后也会导致我很痛苦 因为我会觉得 久远会能量不平衡 你会觉得很累啊 你会觉得说 因为他是一直在输出 但是他不是一个就是 平衡的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 因为有孩子的关系 让我的精力 体力时间更有限的情况下 我才会发现不能这样子 不然以前我都会觉得没有差 我以前单身的时候都会觉得没有差 对 没关系啊 就陪你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5点行 对啊 可是现在就发现没有办法这样子 然后呢 我自己也从这当中也会受很多伤 所谓受伤就是说 你明明已经陪伴他了 但是最后还被他攻击 好受伤哦 这样子还得回来 还得自己疗愈自己耶 对对对 但我就去看到了说 我不能再用这种佛系经营的方式 然后那种拯救者心态 觉得对方好可怜 所以我必须得陪伴他这样子 可是我却忽略了我自己的需求 对 所以我决定就是一直学习就是把焦点拉回自己 然后去看到自己的需求 然后强迫自己学习为自己去定就是去制定我的服务 服务形式跟价钱 我觉得这也是疗愈师会最常遇到的问题啦 对真的真的 而且后来我觉得你的那个疗愈的那个教练课方案啊 就是设计的蛮好的 而且你很愿意的去给予学员 我觉得你的学员从你身上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 然后真的可以帮他们 就像你一样你帮助以前的自己走出来 然后你的经验就给他们一个可以很明确的地图 可以照着这样子走就可以走出来 不只可以疗愈自己还可以拿来创业 对的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我真的想做的事情不是只是疗愈个案 因为我觉得疗愈他不过就是一个陪伴 但是我可能因为过去我还有一些 那个就是商场上的经验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就是一些商业模式啊 商业行为啊 那我就会去把自己当作一间公司去看到 所以如果这个公司要营运的话 他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架构 什么样的产品 什么样 然后产品要如何去做定价 才有办法去推出他的服务嘛 那相对的我就会很想要去协助疗愈师 就像过去的我这样子 就是说你可能自己出来接case 可是你自我价值低落 然后你可能收的很便宜 或是不敢收费 或是一直不断的做免费公益的东西 有 对对对 那我觉得说如果说可以帮更多的疗愈师 可以去打造他们的事业的话 那他们就可以去服务更多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服务的人也很有限啊 嗯真的真的 因为像这种是一对一 而且疗愈他非常需要一对一 他比较没办法说比较难啊 还是可以但是比较难就是团体疗愈 所以其实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 而且基本上每个人都有需要被疗愈的地方 有可能延伸家庭啦 关系啦亲子啦甚至姐妹之间 都有需要处理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 甚至啦 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就是家庭主妇嘛 就是专心在家顾孩子 那我身边有很多主妇朋友 他们都也会想要创业 但是完全之前都完全没有听过疗愈师创业这件事哦 真的 完全没有听过 大家创业就只会想说就去做团购啦 还是反正就上网网拍这样子 哦对我其实本来那时候还跟我先生 就是我想做团购 然后我要去卖那个小熊饼干 然后我先生马上就打枪我 他说不要这样 他就说我没有听错 卖小熊饼干 我觉得我先生他就很像是我的教练一样 他就叫我说你要稳住你的核心 你原来的东西你不能放弃 怎么可以去卖小熊饼干 那一点都不像你会做的事情 对啊就是每个人的天分 就是你这样子就是牛刀小用 但我那时候其实都会觉得说 因为你会觉得说你想要有收入的时候 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应该去奸裁做些什么这样 然后乱枪打鸟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做我没有兴趣的事情啊 真的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就是创业的 就是创业前提是你真的要去做你很喜欢的 很喜欢的东西才有办法坚持下去 对对那你想要给就是现在的一些疗愈师啊 如果他们如果他们现在已经是疗愈师了 或者是因为这个有很多特定名词嘛 你觉得还有哪些人 然后他如果在这方面他想要创业 他想要跟你学习一样 从不敢收费到敢收费 然后从敢收费到可以收费高一点 对因为你的价钱也是定在比较算中高价 就是以一般的那个来说 对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或是心态的调整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要可以去看到自己的价值 因为一般很难看到自己的价值 自己看自己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那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协助他 透过他过去的生命经验中 然后呢 我们会去做很多的人生的探索 然后呢去从他的生命经验中 去找到他喜欢的事情 然后有价值的事情 然后帮他去做一个定位 哦定位很重要真的 那这件事情第一次要他做起来是开心的 然后他觉得他也喜欢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服务他人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去找到你真正的渴望的话 我就算给你再好的商业模式 你也没有用 对真的真的真的 我这边我可以插画一下吗 就是其实我自己我自己现在也是就是算行销教练嘛 那但是我之前的定位可能是一开始啊 就是没有定好就是可能定成是亲子教练 但是我会说中文不代表我喜欢教中文啊 我中文很流利 但是不代表我爱教啊 对那我我可以教亲子 我可以讲很多 但是呃不代表说我喜欢一天到晚都在讲亲子这个东西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不是嗯不是很开心 然后也没有什么热情去做这这块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重新去找寻我自己的定位 然后就像你所说的从自己的天分跟自己过去经验出发 我就发现说我一直都是在行销的领域里面 网络行销的领域里面 然后我就是啊还是我还是要做行销这一块 然后就转过来之后呢就真的超级顺利 对对对对 超顺利就是感觉上就是一飞一充天 对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做说那种别人认为你适合 或者是市场上觉得很好 然后你去重做 一定要去找你真的很喜欢的 只是说我们都会有一个卡点就会觉得说啊可是人家觉得我在这里没有成果啊 嗯嗯对比如说一开始我想要做创业教练 然后我还看不到自己价值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可是我觉得我创业也不是有成果 我也才刚开始创业而已嗯可是呢 可是我真的去好好的回溯我的所有的人生的经历我的工作的经验我发现我一直都在做很多的一对一的深度的陪伴 陪伴他去达到目标 陪伴陪伴 附近做完一百个个案的这还叫没有成功经验吗 一百个谁做得到你叫他跳出来 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容易会被我们一些外在的形式给框架住了 所以说其实我的角色就是协助你去理气然后去看见你的价值看到你真正的生命价值所在是什么 所以我才会说我呃我的我是协助你去打造你的生命事业所谓的生命事业就是你会带着你的使命你的热情你的初衷去做的一件事情 他就不是一个工作而已 对啊对啊嗯好那今天很谢谢Sony小姐她她的粉专叫做Sony小姐陪爱闯天涯真的很感谢她因为呃 呃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她的一个小秘密哦就是呃你我们你刚刚有没有吃饭啊先吃个饭再来上直播啊 刚刚晚餐那个早餐吃的比较晚 哦那就还好一直在想说要趁就是中午大家是午餐时间然后来直播这样可以比较多上班族朋友可以一起听到你的经验他们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嗯但是呢因为呃就是现在肚子里面又怀有饿饱所以呢他的那个其实身体的呃负担是 稍微比较大一点但是他还很愿意在中午吃饭时间跟我们这样子 剖析他的心路历程跟创业经验分享真的是很感谢 我还想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啊好啊好啊等一下就放你去休息了哦真的因为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多问一点那呃有很多心魔要突破嘛对不对对对那后呃像你昨天跟我讲就是说你拥有了目标之后你感觉上非常开心 嗯虽然说好像原本设定目标之前好像有点压力但是后来又觉得设了目标之后反而更有能量更开心然后更有活力嗯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这个心态然后跟你感觉到的那个状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我觉得可能是我昨天有带一个线下的实体的活动然后也是做也是做教练的角色然后去嗯嗯嗯引导大家去更深入的认识自己嘛那我就发现我我很就是我觉得我很以此为乐我很喜欢我很热爱这样子的工作就是陪伴他人这样子对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开心的状态之下 然后你再去想你要的目标的时候突然好像很多事情就想通了哦就想通了很开心然后就会影响到外在的那种行动力我觉得会耶就是那个能量状态的真的会有差你就觉得哎好像本来觉得困难还是会觉得突然觉得不困难了对对对本来是你必须说对然后还有我觉得再来就是说你昨天有讲到说要为自己 就是你说你要帮我树立那个专家的形象吗可是我之前我都会觉得说我我觉得我不敢这么做嗯嗯对后来我就想到说我昨天跟学员讲说你必须要先成为才能够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先去做才能够成为这件事情其实就跟我们要先为自己树立专家的角色一样我们必须要先成为那个专家的角色 可是常常因为自己不敢想其实是有渴望的可是不敢相信对然后我就想到说对我过去我就是很喜欢听别人的生命故事我也很喜欢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启发他人嗯所以我后来自诩为我是生命教练因为我真的走过了非常多嗯嗯就是生命中的坎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陪伴你 那我就突然觉得说那你昨天叫我说去做访谈他人的这件事情然后如果说嗯我访谈别人的生命故事他也愿意分享如果因为他的分享去影响更多的人更多的女性嗯嗯从不敢到敢走出来嗯从不敢勇敢到勇敢出来做自己那不是很好吗 因为原本是因为原本是不敢的本来昨天是想说哎你可以访问个100位疗愈师我是说100位吗还是说1000位你说100位我就觉得天哪怎么可能我马上那时候就突然觉得好有压力然后后来就改说50位好了后来你说10位10位就说半天先10位可是可是就很妙的是我后来再次更 那深入的沉淀之后我突然去看到说那个更大的愿景我要推一部影集我觉得一定要看洛克夫人就是我那天看Netflix的那个洛克夫人他给我哦洛克夫人对他是黑人女性然后他也是因为黑人女性他们就是被压抑他们的女性价值是被贬低的嘛他们是不能出来工作的可是呢我那天看了那个洛克夫人他在里面他是独默的 勇敢的勇敢即便他在这么糟糕的环境下可是他他一直想要出来做那个最勇敢的那个典范对对对对然后然后我觉得我也有被激励到了我就觉得说对啊其实就去试啊有什么好害怕的而且我觉得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看你哦就是我们外在的人 看你因为你这些那个经历跟你做过的事情他就是事实他是不能否定的然后他原本就是他原本就是一件事实你是做那个呃贸易很很强的贸易实战的经验然后外加你是实际上辅导了一百位个案的这个经验他都是非常实际的那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对不对嗯所以你实际上而且 而且你实际上也是有在呃接学员而且价格也是比较高价的由这样子的你来教大家与疗愈师创业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有资格的去教他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时候是要旁人看才能够看出你的价值点在哪里 像我就会觉得你可以再加倍 哈哈哈 哎真的啊哎我是说真的你的这个价格还可以再加倍 现在大家如果说有幸运可以看到这个直播的人 然后你本身是疗愈师你本身是教练 你很想学怎么创业的话你一定要赶快最近跟他约咨询 因为我一直私底下一直在跟他说你价格要再调涨 课程要再调涨 现在这样子没关系你就是每个月涨的一万块 哈哈哈 所以你越早跟那个沙尼预约咨询呢你的那个优 价格是会优惠你越晚咨询那个他到时候被我鼓吹成功了 他的课程就加倍了 这是事实因为我一向都只讲事实 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Wendy教练每次都叫我去桌线我很不敢 长将 对 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就是互相生命影响生命 然后我们以后也都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嗯 对不对 这样子多好 是啊是啊 又教学又分享生命 然后又交了朋友 然后课程又可以长上去 所以我觉得人真的很奇怪 就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都很不清楚 可是看别人的时候就是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教练陪伴的意义跟精髓 就是说我之前也会觉得说我就靠自己就好啦 可是我会发现说总是有一堵墙 我就是跨越不过去 对 可是当我真的请了教练来陪伴我之后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又看到了这个 对 就是身为教练他的 就是他的那个存在意义 真的不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这样子而已 对 而且你会 你几乎会 身心灵里面一堆工具 你通通都会 因为你自己是在这里面沉浸很多年的 所以 有你来帮助疗愈师 学会去怎么整合 这些身心灵的工具 怎么去选择说 这个学员现在要用哪个工具来帮助他 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方面 你就是最好的人选 真的 谢谢 谢谢 好那谢谢你了 我怕你肚子里面小宝宝饿太久 我要放你赶快再去吃个午餐 再加下午茶这样 好好好 如果有人要找你疗愈的话 记得叫他先预约咨询 知道吗 好 好今天谢谢Sunny 那我等一下会把那个Sunny的预约连结 然后跟他的粉专 放在我们这个直播的下面 那就欢迎大家追踪Sunny 也赶快跟他预约咨询 因为之后会涨酱 好 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